出发消息,欢迎再次观看90年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月5日 武汉消息显示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张立时被披露 偷拍学生和老师视频几十个季 身上的截图资讯显示 有一位王立时披露 王立时2016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 认识了同校读博士的张立时 仪式和对方恋爱 现实生活中名校博士非常糟 女生喜欢,赵立时十分的乱 而且还将相处过的女生过程拍摄成视频 慢慢欣赏 另外其父帮助张立时进行学术方面的造假 有关此次微博用户感谢网络世界 让我们能够颠覆全力的笼罩 将最阴暗世界中的最恶臭的爱人 公知一众微博用户第七平行宇宙发文提到 听网友说 他父母仅有能量把网上照片清理的请干净 干净是不可能干净的 大家快来搜图了 并附上了一张男子的图片 微博用户CC眼耳发文提到封面新闻发了简单的新闻 让这件事有一个向外的出口 而且记者非常贴心的 显示了我的身份信息在这里表达感谢 原本我只是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 现在微博网友有所关注 而我把公众号文章言封不动放在 微博前因后果是非趋值复笔还是悬念 趋者以及分享是情理之中 还是意料之外 有大众评判吧 并铺上大量的截图自信 中国的媒体平台百度百科 在最新闻信的词典中显示 张艺石承认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 2023年12月30日 武汉理工大学官网发布通报称 针对网友反应的问题 成立专班调查核实 根据已查实的张某时所犯错误事实 预规预计依法给张某时党纪处罚 并解除其聘用合同 这一点中国的国家媒体澎湃新闻 也在今日的报道中提到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张艺石被指出轨 却偷拍大量影视视频 校方通报将其开除了